哈囉 大家好 我是聖恩 上一堂課我們講到8bit的刷法的節奏示範 那這個禮拜我們就延續這個話題 然後我們來示範看看 當我拿掉每八個拍點裡面 任意一個 兩個 三個拍點的時候 彈出來會像什麼樣子 好 首先我們來試試看 假設我把八個拍點裡面的第二個拍點拿掉 我聽起來會是什麼樣子呢 它就會變成這樣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加和弦進去就會變成 好 把三拿掉就會變成 把四拿掉 把五拿掉 把六拿掉 把七拿掉 把八拿掉 好 以上是第一個拍點拿 拿掉一個拍點不彈 接下來我們試試看拿掉兩個拍點不彈 例如說 以排列組合來說 我可以拿掉2 3 拿掉2 4 拿掉2 5 2 6 2 7 2 8 或者3 4 3 5 3 6 3 7 3 8 那我示範幾個就好 那剩下各位可以自己嘗試看看 例如說把2 3拿掉不彈就會變成這樣子 2 4 4 拿掉不彈 2 4 拿掉不彈 2 5 拿掉不彈 2 6 不彈 2 6 不彈 2 7 不彈 2 8 不彈 2 8 不彈 好 那再來你可以試試看3的 3 4 3 5 3 6 3 7 3 8 再來呢 3個拍點不彈 難度會 當你拿掉拍點越多 難度會越高 所以我們試試看3個拍點 例如說把2 3 4都拿掉不彈 就會變成 好 再來是2 3 5拿掉不彈 好 以此類推你們可以隨意的 任意的去嘗試 拿掉各種拍點 排列組合 例如說我可以2 3 5 2 3 4不彈 2 3 5不彈 2 3 6不彈 2 3 7不彈 或者是2 4 5不彈 2 4 6不彈 之類的 那你們就可以做各種的嘗試 那前提呢 都是一定記得要用很慢的速度開始 例如說 假設我要拿掉 3 5 7不彈好了 那我就要先嘗試的越慢越好 甚至可以邊數 那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左手可以先不用按和弦 左手先悶著弦 就是摸著 輕輕摸著弦 但是不要壓下去 然後右手 這時候彈的時候 聲音就不會太大聲 好 那我剛剛講的是2 3 3 7 3 5 7不彈 好 聽起來會是這樣 1 2 3 4 5 6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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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像我剛才那樣子就是 由慢到快 等到你彈得比較順 你的身體記住這個律動以後 再試著加左手的和弦進去 那也彈得很順了以後呢 甚至多加幾個和弦進去 例如說 以上就是今天的課程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幫助到你的學習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面訂閱 然後也歡迎到我的Facebook專頁 幫我按個讚 謝謝大家